歡迎大家出席 今天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臺上兩位醫生分別是 洪中西團人民主首席醫生歐家榮醫生 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醫生 請歐醫生匯報個案情況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我現在報告 昨天5月18號 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最新的資料 昨天共有116例 金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當中包括22例 新醫院管局理局確診 28中市公共衛生發言服務處確診 余下66例是余下 4人醫生快確診的 快速抗炎 昨天一共有175例新增的陽性報告 昨天香港共有291例陽性個案 第五波疫情到目前為止 香港累計錄得119萬7057例陽性個案 當中包括74萬8293例 金核酸檢測陽性個案 另外有448764例 最快速抗炎檢測陽性的個案 昨天承報的新增個案當中 有38例是輸入性個案 余下的253例是本地感染的 在38例輸入的個案當中有20 是在機場離市樣本採集中心拿的樣本陽性的 另外有14例是在檢疫酒店 檢疫期間 驗到陽性的 當中包括兩例是第二天 三中是第三天 兩中是第四天 七中是第五天 這些輸入性個案 他們來自的國家 包括14例 是從美國的 6例 台灣的 4例 泰國的 3例 從加拿大 2例 英國的 余下 包括墨西哥 以色列 挪威 瑞士 亞綸 有馬來西亞和印度 各有1例 另外 昨天出性個案當中 第1例是第12天 社區檢測中心的樣本陽性的 我們懷疑是一個富陽個案 社區23歲女士 沒有症狀 打了三針 在5月4號 從法國敵港 檢疫酒店直到5月12號 一路的檢測都是陰性 5月16號第12天 在社區檢測中心拿的樣本 化驗是不確定 這個樣本送到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 在副檢 是陽性 CD值是高的 她最後在5月18號 在哪樣本也是陰性 另外一位 第10天的樣本陽性 她涉及21歲女士 也是沒有症狀 打了兩針 5月8號從英國敵港 她本身去年12月 在英國已經確診了 她入住檢疫酒店直到5月15號 她5月17號 想前往內地的時候 在深圳灣前往內地拿的樣本 陽性 CD值也是很高 34 她最後在5月17號跟5月18號再重新採樣 是陰性 我們相信是富陽的個案 在基因分析方面 昨天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就91個樣本進行的基因分析當中沒有發現有L452陽性的樣本有82個樣本是正式對L452全印性有9個樣本病毒量不足 在全基因分析方面 在全基因分析方面 5例 B.A.4的個案全部是輸入性個案 或者是在機場或者檢疫期間發現的5例是來自英國兩中南非一中美國一中加拿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 現時B.A.4已經是在20個國家發現占了所有流行變異病毒株的大概是0.5%當中在南非高達90% 個案是屬於B.A.4 昨天在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的全基因分析也發現了有11例新增的B.A.2.1的個案 個案是涉及五男六女 他們是在幾乎5月9號到5月15號期間抵港的有10例機場的樣本 化驗陽性 一例在檢疫酒店陽性 他們年齡幾乎19到67歲 來自的國家包括五例是從美國輸入三中英國兩例加拿大一例是卡塔爾 到目前為止累計香港路的35例 B.A.2.1的個案有17例在機場的樣本陽性 有8例是在檢疫酒店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B.A.2.1的這個病毒株 現實佔全球B.A.1的Omicron病毒的大概是10%左右 而在某些地方 比如美國高達50%的個案都是屬於這個變異病毒株的 在院設方面 昨天沒有新增的院設承報任何個案 昨天有傳媒朋友問 先前一眾懷疑是二次感染的個案 那個案在5月16號也報告過了 是涉及一名在一個安老院設的長者 他在5月14號進市衛福利署的一個檢測的計畫 驗到陽性 他的CG值當時是8.5 他曾經在2月份的時候快速剛於檢測陽性 CG值是比30低跟上次的陽性相距 超過兩個月的時候 我們懷疑是一例二次感染或者是扶陽的個案 病人送到了北到以上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在5月17號跟5月18號 在南陽本都是陰性的 所以我們現實界定這是一個復陽的個案 不是第二次感染 他的隔離鏈跟他的密集接觸者的檢驗鏈 我們也取消了 學校方面 今年早上有16家學校 共報告了有17例的個案 共涉及15名學生 兩名教職員 有15例是快速抗原檢測陽性 兩例是精核酸檢測陽性 採樣的日期 包括一例是5月17號 5例是在5月18號 11例在5月19號 就是今天早上 涉及四家幼稚園幼兒中心 涉及三名學生一名教職員 有八家的小學涉及 八名學生一名教職員 其中一家小學有兩個學生受到影響 他們都是兄弟姐妹的關係 家人也有人陽性 另外還有四家中學 涉及四名學生 其他的個案 沒有流行病學官員 沒有爆發或者聚集新的情況 死亡數字方 昨天新增了一例死亡個案 涉及 累計到目前為止 第五波疫情 香港共錄的9153例死亡個案 其他死亡個案的分析跟先前類似 我們今天也發現了 一例新的群組個案是涉及一家14的 是在上環的坛在三個米線 地點是位於王戶 達到中336到338號的338 Apartment地下 我們發現有五名個案 是5月13號傍晚的時候 接乎4點半 下午4點半到6點 曾經光顧這個時事 他們進去的時候是從下午4點28分到5點03分 涉及三男兩女 他們全部都打了針 年齡介乎26到57歲 全部都出現行為的經狀 在5月15號到5月18號期間發病 盡快速抗原檢測 在5月16號到18號期間驗到陽性 當中五名個案 他們不是很認識很熟的 不是很熟的 也做不同的桌子 跟他們一同其他去吃的人都沒事 我們當中發現4名人士 曾經在Benchmark 宏斯這個地方一同上課 但是他們互相不認識的都是同一班裡面 上課的時候有戴口罩 第一點是在上環的戴口道中322到324號 西區電訊大廈13樓 上課的日子是5月11到15號 每天上午11點到晚上11點 在班裡面大概有40位同學 由於我們發現這個群組現實 不能排除上課的時候 或者是在時事傳播的 我們謹慎起見 會把這兩個地點 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 包括彈宰 5月13號4點半到6點半 4點半到6點去過的人士和紅四 就5月11號到15號期間 逗留過超過兩個鐘頭的人士 另外先前曾經報告的 預算私房菜在5月9號晚上出現的爆發 今天新增三宗個案 他們是在5月17號到18號 透過全職檢測和核酸陽性 沒有症狀 到目前為止 這個群組有29宗的個案 他們當中沒有病徵的 有病徵的人士 近乎11到17號5月之間 其餘的人士 有17個已經取得陰性的樣本 有一個因為是一個康復者 所以無需做化驗 另外兩位還沒有做潛質檢測 我們也將會向這兩位的人士 發出潛質的檢測令 新月樓方面 5月7號晚上的爆發 今天有多三宗的個案 全都是10克 他們透過強制檢測 在5月17號的時候 驗出陽性 本身他們有兩位 在之前5月9號 已經有輕微的症狀 有一位是沒有症狀的 在這一群組當中 所有的人士都完成化驗 累計有73宗的個案 包括62位的首客 11名員工 他們的發病時間是8號到14號5月之間 另外 先前有兩個群組 東沖的潭仔 雲南米縣5月11號的下午 還有新萬會的群組都沒有新增個案 謝謝 醫管局方面 劉醫生有請 謝謝 我們現時有601個病人在公立醫院 還有北大嶼感染控制中心 還有醫管局傳染病中心留醫 69名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現在要進入那個生氣治療的107名的病人 在公立醫院的隔離病房有21名是在二線的病房 47名是在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合共19名是新增的個案病人 昨天 報了一個 一名病人危帶三名情況嚴重 現在 劉醫的確診病人是中11名危帶 還有15名是嚴重 另外 在醫中的離世的個案 離世的個案是91歲的女病人昨天離世的 這位女病人來自院社 沒有打針的紀錄 過去一天有105個病人康復 包括74名已經出院 第五波疫情到今有49,611已經康復 其中有48,000多已經出院 到現在為止有619,991名已經康復 其中有61700多名已經出院 有一名同房的病人現在是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員工方面我們至今有22,917名確診 當中有22,815名已經返回工作崗位 另外有一則急診室的服務安排的報告 因為疫情比較平穩 服務的需求增加 天水維醫院 大禹山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的急診室 從明天開始 會陸續回到正常的服務 在疫情高峰的時候 因為有應對疫情 天水維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還有大禹山醫院的急診室 早前實施特別的安排 只會接受病情危急的病人 從明天開始 這三家醫院會陸續揮霍 他們的正常服務 醫管局感謝市民理解 早前三家醫院的急診室的特別安排 也感謝我們的醫護人員 消防處還有政府的其他部門 在當中的配合還有協助 我的報告到此為止 提問時間請先舉手 然後先介紹自己的機構 才提問 港臺兩位醫生您好 先問壇仔的那個新的群組 請問在哪一個位置 是上課的位置還是這個壇仔的餐館 是更為高風險呢 上課的那個地方 他們主要是上課多長時間呢 會不會脫下口罩呢等等 另外剛才提到御膳 還有兩個人還有沒有檢測 為什麼他們還沒有檢測呢 原因是什麼呢 另外社交距離的措施 今天更為放鬆 短期之內 你們怎麼看那個 反彈的風險幅度會多少 會像今天這樣有14的群組爆發嗎 另外西院台方面受減 找到一宗確診 現在是不是風險已經比較低呢 怎麼看呢 謝謝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有關新的群組 這個群組我們找到 跟14相關的是有五宗個案 五宗個案他們互相不相識 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段 在一個多小時之內在餐廳裡面 他們坐的位置我們也在了解之中 但應該是在不同的桌子 當中有五位的時刻的四位 是先前講過的在一個課堂裡面一起上課的 他們之間都說他們不是很認識對方 只是在一個課程裡面一起上課 在彈宰三哥裡面 除了這四位同學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個案 他也是跟這四位不是相似的 因為在14裡面都脫下口罩 脫下口罩 我們相信比較大的可能 有機會是在14裡面有傳播 另外一方面 他們當中有四位的同學也一起上課 有五天的時間 有上午11點鐘到下午晚上11點鐘上課 有部分同學跟我們透露 在上課的時候他們也有機會會脫下口罩 所以也不能排除在課堂裡面 有傳播 在調查之中我們也發現 在這一班裡面還有一個個案 涉及35歲的男士 他是5月16號發病 快速檢測16號也是陽性的 他沒有去過彈宰 但是在這裡有上課 我們正在調查之中 我們會14拿環境樣本 看是不是有發現 陽性的一些情況 我們會拿14的疫苗護照的反掃資料 希望可以聯絡實課 讓他們做潛質的檢測 我們也聯絡了紅石 拿了這一班 就是5月11到15號上課的同學的資料 希望他們可以做核算的檢測 進步的情況我們在看爆發究竟是在彈宰還是在紅石 另外一個問題是有關兩位是遇上 曾經在5月9號晚上光顧遇上的人士 我們聯繫了他們 發現他們還沒有做潛質檢測核酸檢測 所以因為日期已經超越了 所以我們將會向他們發出潛質檢測令 要求他們盡快地做檢測 否則他們會違反香港法律 第三個問題是社交距離措施 從今天開始 社會上面將會有一些場所進一步開放 這個會帶來額外的風險的 尤其是涉及會要脫下口罩的地方 所以市民要謹記要留意 在去這一些場所的時候謹記 要做個人衛生等等 現在這個疫情的狀態 我們相對覺得還是穩定的 雖然也在徘徊在200多300的中數的水平 在過去幾個星期裡面 兩個星期裡面 或者十幾天裡面 我們沒看到一個明顯的跌幅 之前是一直往下跌的 但是現在停滯了在這個水平 這個可能是跟之前放寬的社區距離的做法 導致社區裡面較多的傳播有關 現在我們看到個案的數字 是比較平穩 在過去七天平均每天是有289宗個案 在前七天是278宗個案 我們再看香港第一次個案跌回300宗以下 是5月1號 5月1號到5月到現在 平均每天個案是288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個案的數字 是由日與日之前的波幅 但現在是穩定的 最後的一個問題 西院台 之前污水檢測發現了污水病毒的含量很高 我們做了一個微風強檢 當時找到16例的個案 算及西院台之前出現的個案 一共應該有23例 大部分的個案我們都安排了 他們離開這座大廈 到了社區隔離中心 有小部分的住戶 因為基於家庭的原因 安排家居隔離 因為污水驗到陽性 還驗到陽性 昨天再做了一次微風強檢 發現一宗個案 這是先前有個案的單位的家人 本身也是家居檢疫之下的 所以累計現在這座大廈 發現24例個案 可能污水仍然陽性 主要是先前有些患者 他們康復中 或者還沒有完全康復 可能大便排射有病毒 講者沒有用話筒 我們暫時的資料就是這樣 那邊那位女士 陳森文的 今天有專家說 重症比例沒有上升 不影響復長的步伐 是不是即時個案有上升 現時市民都不需要太擔心呢 有關時事通風的問題 有些專家說 今天說 新月樓的通風不理想 衛生房中間估計 通風不理想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部未來會不會針對 時事通風要求家警存查呢 最後遇上私房菜 昨天歐醫生說 假如發現有人向衛生處提供 虛假資料會跟進 現在有沒有跟進工作進展 是怎麼樣呢 謝謝你的問題 關於首先 時事通風的問題 新月樓我們 連同機電工程署的同事 去存試了 發現這家時事 它的先風量不足 可能是跟它 九樓裡面的通風系統 出現一些故障有問題 以致我們當天存查的時候 發現抽先風的量少 第二 就是空氣清新機 有機會 有可能當晚 空氣清新機沒有開的 或者開的不足夠 或者洗手間的抽氣系統 也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種種的因素導致 可能導致當天空氣流通 室內空氣的狀態 出現不理想的情況 導致當有超級傳播者 在這裡出現的時候 造成了比較大型的爆發 我們連同食物環境衛生書 跟機電工程署的同事 要求這家時事 做些改善的工程 完成之後 會再做存試 一般來說 時事裡面 其實他們都需要遵守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發牌之下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包括衛生啊 通風啊 空氣流量方面 四環署也發出指引了 按著四環署的指引 風險是可以減到最低的 當然 政府部門也會不時做些存償的工作 政府也成立了工作小組 不時檢視這些時事或者餐廳的最新的指引 看看有沒有一些需要更新或者改善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關於昨天預算 我們發現了 可能有機會 有些個案是 像我們隱瞞或者提供虛假資料的 我們還在調查當中 假如有證據 我們會轉交給知法部門跟進 由於這些都涉及檢控或者知法 我不方便在這裡再詳細交代 下一位 那位女士 有線電視的上環壇仔 想問是不是又是這兩個地方那裡拿的環境樣本 壇仔接連有爆發群組 怎麼看他們換氣的表現是不是及格呢 另外知道雖然還在調查做的位置 他們作為分布是不是分散呢 上課那裡有機會要脫口罩 想問是上什麼課呢 要脫口罩呢 還想問關於醫管局 張衛敏醫生那裡被控道謝罪 想問醫管局有什麼跟進處理 適事的意思會不會停止呢 關於上環壇仔 我們還在調查 因為這個群組剛剛今天早上才發現 我們是透過個案調查 看個案曾經到過的地方 發現有五個個案 有共通處就是到過壇仔三個 另外有五個個案 四個個案是重複的 都是到過紅絲那裡上課的 我們同事會到這個餐廳那裡 了解實力的情況 會採集環境樣本 看看通風等等 環境衛生等等 暫時我手頭上沒有進一步的資料 關於上課的情況 我們初不了解 是同學都是在11到15號期間參與一個課程 他們上課的時候 有同學透露 有機會脫口罩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在公共衛生的角度 都是建議現實這個環境之下 即使是室內 假如一同上課的時候 應該要時刻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假如有進一步的調查 結果會稍後交代 剛才提到那個個案已經到了司法程序 醫管局沒有任何補充 後面那位女士 經濟日報的 那兩個數個案 完成檢疫之後 確診的他們之前 是不是沒有任何一個確診的記錄呢 談在那裏 有沒有剛才說 要拿環境樣本 會不會叫他們停業或者清洗 直到環境樣本有結果才開業呢 還有確診者那五個 有沒有跟人共同一張桌子呢 有共同一張桌子要不要檢疫呢 剛才上課說有脫口罩 跟確診者有接觸那些要不要檢疫呢 知道課堂涉及多少學生 多少資源呢 最後想問今天有專家說 假如7月沒有新的變種病毒 就可以室外脫口罩 取消熔斷機制 想問問衛生宏中心對這個建議怎麼看呢 謝謝你的問題 關於兩個輸入個案 我剛才已經交代了一些資料 在12天社區的檢測的中心呢 是不確定的 然後到了公共衛生署的檢測的結果 是樣本 這個是第12天的樣本 18天的樣本也是陰性的 18日的病毒量很低 也沒有症狀 在酒店裡面也沒有發現同層的其他的個案 我們相信這個應該是一個 富洋的個案 它本身自己沒有確診的紀錄之前 這個樣本我們會嘗試做全基因的分析 看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病毒量實在是低 所以以往我們的經驗呢 是不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另外一種個案是去年12月 在英國是一個陽性確診的個案 它在5月8號從英國回港 在檢疫酒店裡面的檢測都是陰性的 到第10天 想前往內地的時候 再拿了一個過關的樣本 是陽性的CT值34波高 它之後同一天再拿了一個樣本 17號18號做核酸是陰性的 這個可能我們相信先前在去年12月感染之後 現在是一個短暫的富洋的情況 之後是陰性的 所以這兩個個案我們界定為富洋個案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彈宰調查 我們建議14要做徹底全面的消毒 因為之前有眾多個案都是在那天去過彈宰 另外這個地點會納入 在稍後之後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除了彈宰還有紅濕 所以曾經去過這些地方 相關的時段去過這兩個地方的人士 都要在明天後天做核酸檢測 我們到時候會知道爆發的規模 有多少人受影響 因為始終這兩個地方 他們相關的時段出現了有五個個案 所以都是一個風險場所 我們希望曾經逗留的人士盡快做檢測 看是不是受到感染 一般來說要檢疫的人士都是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的界定是同住家人 或者是跟患者有面對面 脫了口罩的接觸一起吃飯等等 如果是同一個餐廳或者同一個時室 同一個時段吃東西 不同桌的人士一般不會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我們盡量地要求他們做測試做檢測 你知道可以發現自己是不是受到感染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有關脫口罩的這個問題 現實我們的疫情處於可以說是稍微高的一個水平 雖然穩定200多到300宗之間每天 所以目前市民還是需要謹記做反應的措施 包括戴好口罩、室內、室外、貼面的口罩 另外個人衛生有症狀 要盡快地去做測試 疫情的走勢方面 將來會是怎麼樣 這是很難預計 到暑假的時候 究竟香港的疫情狀況將會是怎麼樣 現實是沒有辦法估計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幾方面 一個是市民的接種率 到7月的時候 究竟打擊三針的市民有多少 得到一個全面保護的人群有多少 到時是不是有新的變種病毒流入香港 引起另一波的傳播 另外我們也要監測實際到時的個案的數字 另外有沒有嚴重的個案的數字 或者死亡的數字 要看這種種到時候的情況 才看到時候的防疫措施是怎麼樣的了 下一位 學生方面 初步是39位學生 我們要進一步了解 因為名單我們現在還在拿回來當中 下一位 另一位女士 你好 兩位 明報 有關紅獅的情況 請問 想問清楚 在脫口罩在課堂中 他們是不是有吃東西呢 他們上什麼課呢 另外彈仔跟紅獅的五個宗 哪一個是感染的源頭呢 是5月15號發病的人士 他是紅獅的學生 還是互不相信的彈仔的顧客呢 另外 預算方面 新增三個中數是訪客嗎 這個群組做了全基因分析沒有 是BA2.2 評估是社區感染嗎 另外 腹東彈仔方面 昨天是前檢的限期 想請問同時段的所有的時刻 是都已經做了檢測 有沒有人不能聯繫呢 這個群組有沒有做全基因分析 結果是不是都是BA2.2呢 關於新增的今天的群組 我們正在調查之中 暫時去過彈仔的五個個案 最早發病的是5月15號 五個個案發病的時間 是15號到18號之間 他們去彈仔的時間是5月13號 另一方面 在紅獅方面有五個個案 當中有四個是去過彈仔 有一個沒有去過的個案 他是5月16號發病 去過彈仔的個案 有一個不是同學 他不是最早發病的個案 我們了解這些個案之間的關係 我們正在了解 暫時不能評估 這個爆發或者群組 首先在哪裡出現 有機會是彈仔 首先有人感染 然後在課堂傳播 這個也有可能 我們要看了所有的流行病學資料 看了其他相關的人士去過這個場所的 他們的化驗結果之後 才可以判斷得到 另外 預算方面的基因排序 我們正在拿樣本 我們會做全基因分析 看基因的序列 或者是這個群組跟其他群組有沒有相關 基因序列是不是一樣 東沖的也一樣 東沖的強制檢測昨天完成 所有人要在前天 昨天做核酸檢測 有的報告還沒有出來 暫時出來了的報告 是沒有新增的個案的 遇上是訪客 曾經當晚去過 5月9號晚上去過遇上 下一位 那位男士 你好 AM730 上環三哥方面 請問 剛才說的四個同學不是很相熟 他們是坐在一桌 還是分開的呢 五個人的分部是怎麼樣的呢 是分開五桌 還是有部分是坐在一桌的呢 十四方面 當時有多少人在裡面呢 剛才提到到訪的日期跟發病的日期 是不是代表這五個人 不一定是這個群組的病員 就是有其他的時刻中了招 但是還沒找到的呢 在十四同台 如果多人確診 屬於同一桌的 那會特別公佈 加強追蹤嗎 如果是有隔板的跟陌生人同桌的 這個也算是密切接觸者要檢疫嗎 另外在遇上群組方面 當天的情況不是很了解 那現在知道更多嗎 當天晚上的活動究竟是怎麼樣的 現在知道了嗎 謝謝你的問題 有關 我們談在三個米線的五個個案 初不了解 他們應該是分為五桌不同的桌的 因為他們講出有的人是自己去吃東西 桌上沒有其他人 他們也不是一起的 他們也不是相似的 有的是跟其他人一起去吃東西 但是他們其他人還沒有做化驗 他們是分開五桌的 所以我們擔心呢 他們互不像是在同一個場合 同一個餐廳吃東西 會不會有爆發的情況呢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強制檢測 找出有沒有其他的個案找出來 有多少人去過呢 當天有多少人去過 我們還在了解 這可以透過疫苗通行證找到的 現在所有進食室的絕大部分 都要掃描疫苗通行證 我們可以拿到資料 也可以幫助我們 儘快聯繫相關人士 要求他們做強制檢測 一般來說 假如同一桌子的人士 大家互相相似的 大家一同去吃東西的 變成密集接觸者 因為大家互相同一個桌子 大家脫口罩 會談話 會一同吃東西 甚至可能離開餐廳以後 也是有接觸 這是一般如果一同吃東西的 密集接觸者 我們會安排他們 假如是在傳染期 跟患者一起的話 會安排他們接受檢疫 一般假如家裡環境虛核 就接受家居檢疫 至於不同桌子的 一般是不會列為密集接觸者的 假如隔了板的 大家不認識的 基本上也很難查得到 是否一起的 一般來說 大家互不認識的話 我們不會把他們列為密集接觸者的 遇上那裡昨天交代了 其實我們調查也差不多完成 也出了強制檢測公告 我們相信當晚 有大概49個人在這個地點 有過聚會 每個人逗留的時間 有長有短 當中有部分人士可能脫了口罩 還有當晚應該有可能傳播 超級傳播者在這個活動裡面出現 構成傳播 我們已經跟進了 每一個到訪的人士去過的檢測的結果 還有兩位人士沒有做檢測 我們還在跟進 今天記者會完結 謝謝大家 上課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